欢迎回来,我是MC,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赵云3的3.10补丁到底更新了些什么东西 首先是会有一个全新的FLC英雄,那么这个在我视频发出的时候他还没有解锁 等解锁之后我会另发一个视频 巴托尼亚得到一些关注,有了一些变化和重新平衡 当骑士老爷出现在农民旁边,他们会获得额外的士气 这就类似于混矮出现在大地精旁边 哈斯特的巨型钻机将在混沌矮人的超凡帝国终局危机中启动 没错啊,终局危机天灾加入了哈斯特混沌矮人 还有战云3的第四批精英部队也更新了 甚至这个版本CA还增加了删除存档的功能,我的天哪 就前一段时间我的C盘被占满了 然后我去C盘里面一点一点的找大文件 结果就发现战锤123垃圾存档文件占了我十几个G 其他的我们先不管,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混沌矮人改了哪些东西 毕竟我们刚刚完结了铁手挡 移除了扎坦和德拉兹霍斯的派系效果 这些效果的补元太过强大 研究速率加成也非常强大 这两个东西就是我之前说的隐藏加成啊 我就知道他要削弱 但真没想到他直接给移除了 哎呀,一刀砍死 不过呢,我铁手啊,真的是特别的开心 对不对,你们终于跟我拉到了一个水平线 但是啊,大家不要慌 铁手也高兴不到哪里去 因为他本身的属性啊,被大砍一刀 我们待会再看 再看这一条 当多个军队在同一地区进行截掠 截掠来的苦工数量不会降低 该问题已被修复 也就是说我们的解救苦工玩法 哎呀,算是被修复掉了 不过呢,也很正常啊 本身就算是一个很奇怪的玩法 只不过呢,比较的方便啊 就稍微的用一用 没有了呢,也无伤大雅 然后我们往下面看 这个地方,花岗岩守卫 现在具有符合精英部队的数据啊 终于是给它填上了 然后是混产精英部队 在地区融入中不再具有装具维持费 和这个割肚子的技能啊 正确CD运行 这俩不是很重要啊 我们重点看这个位置 铁手 它的血量被消了400点 冲锋加成掉了10点 加速能力掉了四分之一 冰魔质量砍了一半 转向速度还掉了60 肉度小幅下降 灵活度大幅下降 还有可能因为质量太低啊 被摁在冰圈里面出不来 哎呦,我铁手这一刀是真狠啊 是真狠 不过无所谓 因为我们已经玩过了 然后是这个灰镜啊 它是加了一点成本 然后冰魔质量呢还提升了 哎呀,尽心吃胖了是不是 扎仔黑星期巨型魔牛的质量呢 从4000降到了2300 那是因为巨型魔牛的质量 从4000降到了2000 所以说的话呢 它就相应降低了 而这个拉马苏的质量 是从1600提升了 所以说它这边呢 也相应提升了 那么后续呢 你像这个树日先知 监察奇这些座技啊 也都相应的质量改变了 统一到了2300 雷冲手被削弱啊 但是呢没有缺伤害啊 只削弱了一个抵御大云冲锋 我觉得这个东西影响不大吧 毕竟我们玩的时候呢 都会尽量避免让雷冲手近战接敌 一旦被接敌 你就算抵御的冲锋 击少了伤害 但你至少被压火了不是吗 精英雷中手 这边是加了8点的命中 和18点的装填 把该给他的东西啊 还给了他 然后是精英混乱勇士的手雷 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变化 首先给他们上了一点 这个装填技能就投的更快了 但是呢 大幅度的削弱 他们的直接伤害 这个基础呢 直接是削弱了四分之三 破甲直接砍煤 但是啊 他们的基础爆炸杀伤 从6拉到了27 破甲的话呢 是削弱了5点 然后大地精卑鄙潜伏者 是削弱了2点的远程 链鱼填士这里呢 是PVP和战役呢 多加了成本 然后手雷呢 跟上面的改法是一样的 不死君这里呢 是加了成本 无论是战役还是PVP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基本上也就是拿来救救火 你还加成本 然后是我们的三种牛牛 首先PVP成本呢 提高了150 我们的这个战役成本呢 也提高了150 维持费用还提高了大概10% 精英兵兵众砍了4点 远程格挡了20% 足足20% 银盾砍了铜盾 转向速度直接低了40点 好家伙 铁手转得慢了 你们也转得慢了 碰撞框还加大 哎呦 然后这个双持战斧版本 就是反步的啊 维持费用呢 提高了也差不多10%吧 36啊 差不多 招募成本是提高了150 命中降低4点 转向也是砍了40 碰撞体积增大 然后重新武器版本 也差不多是10%的 维持费用增长 招募成本150 命中又砍4点 转向速度也是40 基本上砍的是一样的 更惨的是 精英白人牛 它这个PVP成本 提高了250点 战役里面也是250 威持费用呢 是提高了63 命中砍4 装填倒是加了18点 估计也跟那个 精英雷冲一样啊 之前精英版本 是忘记给它加了 现在给它补上 然后呢 转向速度也是 降低了40点 然后呢 这个精英狼奇也是 加了这个该有的装填技能 然后是三种坐骑 巨型魔牛 拉马苏和烈眼魔牛 它们的统一成本呢 下降了100点 质量的话 巨型魔牛最惨啊 它这个直接砍了 一半的质量 2000啊 成本相较25 而拉马苏是提升的质量 高了350点 烈魔牛是砍了500点的质量 降低了25点的成本 然后是克达易毁灭者 士气提高10点 货异常度提高30点 燃烧之赤 会在生命值低于25%的时候激活 而不是50 非常不错啊 然后这个火弹者也起提增强 10点的士气 20点的护甲 同样在25激活 相比之下 熔岩炮啊 就惨得多了 它的成本 招募成本啊 提高了200点 然后维持费用 提高了50点 士气砍了9点 命中高了4点 本来是60 140 现在改成了140 还移除了18点的近战反步 然后呢 它的这个射程啊 还从450 砍到了380 这个标定区域 如果指的是 它的轰击范围的话 那说明了什么 说明它的这个精度被砍了 冲击范围 如果指的是 它的杀伤半径的话 说明它的杀伤半径也被砍了 好家伙 冰魔质量倒是高了1000点 也就是说 我们的熔岩炮啊 它本身变重了 杀伤威力变低了 射得更近了 还打得更歪了 然后是我们的 419毁发热器啊 它的士气提高了5点 命中加4 弹药加5 同样是基础和破甲的数值调换 然后反步移除 这三个都是一样的啊 统一这个改变 然后呢 它的弹丸 对于反步啊 获得了25的加成 然后弹道速度提升 飞得更快了 弹王标定距离 从240拉到380 然后标定区域 从180降到了10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它射程提升 完了之后 精准度大幅度提升 之前打步兵 那真的叫一个歪 但是打单体啊 还是很不错的 现在的话 可能打步兵啊 也会很准了 然后是孔军旧炮 成本呢 降低了200点 维持费用降低了50 士气啊 直接从100 砍到了55 命中 杀伤 反步啊 这都是一样的 射程提高了70点 这个很不错啊 然后标定区域 是降低了一些 也不错啊 提高了一些这个命中 钢铁恶魔 现在可以移动射击 哎呀 这个东西 我感觉早就该有了呀 站在原地才能射 可太蠢了 然后招步回合 降低一回合 命中提高9点 闪避提高5点 冲锋提高25点 护甲加20点 基础加30点杀伤 破甲加70点杀伤 反步提升2点 剑射多达2个 弹丸散射甲1 加速能力提升 好家伙 全面提升 也很正常 因为这东西 确实太弱了啊 正常来说 是没什么人用的 也就是拿来 稍微玩一玩啊 现在感觉就很不错了 然后是这个连接版本啊 它是维持费用降低 然后招募成本降低 奔跑速度降低 然后是恶魔之蛇 这边呢 也是洗提各种各样的加成 跟刚刚那个好像是一样的吧 有个装填 然后是这个恶魔之蛇的孔真旧炮 这都是大同小异了 角逻辑这里我们看一下 招募成本啊 通常是三降二 然后命中闪避冲锋 护甲 这好像也是改变不大嘛 几乎是一样的啊 恶魔提高速是金属系 这里的金雕细琢 终于是修复了 之前是直接降低10点的消耗啊 就少打了个百分号呗 哎呀 这个CA的绿皮员工 日常行为啊 日常行为 昏暗的法术方面呢 还有改变 就是阿佐格烈焰啊 他的弹道穿透值的提高 生成的弹道呢 不会立刻爆炸 并对非常大的单位 造成过量伤害 也就是说 他反大能力受到了削弱 我这个理解没错吧 还有昏暗的沃尔方之皮 之前呢 只对一个单位生效啊 就是一个单位 溃淘之后 你不把他干死了 这单位呢 不会再减速了 而现在的话呢 会对范围之内的 所有溃淘单位啊 这个减速 也就是说 恢复了他正常的一个效果 还有这个哈斯特的烧平啊 他是弱火降低了 本来是降60啊 现在只降20了 但护甲呢 多销了20点 混乱看完 我们就回到精英部队啊 按顺序往下看 首先是震诞的老农工的精英部队 白银之路贼寇 无论是在家国境内 还是在西方列国 这些贼寇都堪称臭名昭著 尽管掳掠本性不改 但他们还是受到了 祖国龙神们的招赖 或者说青赖吧 这些贼寇手持护盾和火箭 适合给阎岭火箭炮打辅助 能施加火焰弱点效果 精英孔虐雪肉猎犬 雪猎凶犬 孔虐非常不愿意看到自己选择的仆人 会被拙劣的奥数击倒 这些孔虐猎犬具有抑制接触效果 并且呢 可以使魔法攻击无效 哎呀 好东西啊 也就是说有他在啊 我们的物理抗性就相当于是特宝了 精英披甲格萨 长夜守望 长夜守卫放弃了披甲格萨常用的手枪 而选择了双手武器 成为了非常强大的反步兵单位 煽动乌合的技能还能使附近的部队免疫恐惧和惊害 精英大狗灵 肿胀顽童 这些大狗灵放弃了银之云技能 而选择了一项名为馈疹的新技能 使他们被近战命中时能够反击并造人伤害 精英狂信色孽掠夺者持矛 无暇王弓 他们是色孽最稳固的长矛 拥有精力充沛和催眠射香 有他们在色孽的正面阵线 可以说是如虎天意 精英奸奇蓝色巨妖 炫彩赠物 弹药略多 并且有一项强大的魔瓶恢复技能 每次这样让他施放法术 无论敌友都会触发这个技能 精英脑布拉 疯狂沼泽 波哥拉 据说他们一碰到水啊 就会疯狂的增值 他们标配是剧毒 并这样的水中会有难以置信的再生能力 千万不要在午夜之后喂养波哥拉 这一批的精英兵我们就看完了 主要都是一些基础部队的精英版本 那么接下来是巴托尼亚的更新 我们在3.1版本中采取了措施来提升巴托尼亚的实力 哎呀终于有这一天了呀 圣女现在也能从誓词中获益了 并且序列中的最后一个誓言誓词 将永久授予任何获得她的角色 女神祝福 而女神祝福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本来是25点的误抗 但是现在魔攻泛滥嘛 所以就改成了15点的特宝 嗯这个就很不错了 然后是巴托尼亚的骑士和农民之间 有了一个联系的效果 即骑士和农民 附近的农民属性溃逃 骑士不会有任何的士气惩罚 所有的农民炮灰属性被移除 而获得了全新的农民属性 这种属性没有固定的机制 但是它会有一个相名职责的被动技能 农民战斗 潮胜者不战士同 弓箭手起码是从投食机 附近有这个骑士属性的部队士 会提高8点的士气 为了适应这一变化 农民步兵的领导力略微降低 就降低了5点 然后是狭义骑士 多了一项被动技能 嗜血好战 当它冲锋的时候 周围35米的友方部队 在30秒之内 获得心理免疫效果 哇他们冲锋了 好帅 哇我觉得我自己好屌 过了30秒 我还是个渣渣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然后是部队变动 首先是圣杯骑士和圣杯守卫 他们的兵魔 直接从60降到了48和32 并且他们现在主要是造成破加加伤了 马就骑士居然还能加强 魔攻精力充沛 女神祝福 并且还增加了四个兵魔 好家伙 圣杯一海也稍微的加强了一些 虽说它这个士气提升的力下降 但是它会增加命中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巴特尼亚的平衡性改动 首先就是这些坐骑 无论是你骑这个披甲战马 还是皇家飞马 还是马就 统一的都有了这个魔法攻击 然后马就是高了1000点血 完了之后 击退力度提升 兵魔质量提高100点 碧魁斯不仅加了1000血 还高了命中4点 闪避5点 杀伤10点 破甲20点 魔法攻击和300点的兵种质量 艾伯里克的顿佩特提高了1000点血 2点命中 降低了5点的冲锋 提高了5点杀伤和10点破甲 建筑倍率伤害提高了0.25 还有100点的质量 普通的领主骑马就 也同样是加强了 1000点血 命中闪避什么的 狐神仙女 圣女 绿骑士 也多多少少的加强了一些 主要是质量方面 你看这个地方600提到1500 950提到2000 哇 真尊重了很多呀 然后毛兵团 这些什么民兵 就降低了5点士气 因为你在这个老爷旁边 能加8点 李万里还算赚了3点 圣杯一孩是士气降低 并且打击也降低了 但是能提高5点的周围命中 不然侍从战斗朝圣者 也都是跟那个民兵一样的 然后这个精英的战斗朝圣者 多了一个免疫技术效果 也砍了士气 骑马是从远程格党提高5点 侠一骑士 多了视觉好战 降低了冲锋 但是提高了奔跑速度 还提高了加速能力 减速能力也提升了 王国骑士 冲锋降低 远程格党提升 反大加了2点 也是跑得更快了 巴托尼亚这次 属于是优化了一下国内的马种 飞马和黄金飞马 统一是加了5点的远抗 和3点的反大家成 然后是圣杯骑士 加了成本 加了维持费用 兵膜降低了12 但是血量还提高了 大概800点 冲锋下降了 但是护甲提升了30点 远程格党提高5点 基础杀伤降低5点 但是破甲提高15点 建设多了一点 奔跑速度提升 然后冲锋的处置距离提升 兵膜质量提升 圣杯守卫 成本提升 维持费用提升 兵膜几乎砍了一半 血量高了500点 基础杀伤加一 破甲几乎翻倍 不过呢 因为你这个兵膜数量上低了 对不对 你这个好像也就几乎没变嘛 建设倒是多了两个 然后其他就是跑得更快 皇家马就骑士 多了精力充沛和魔法攻击 成本提升 维持费用提升 然后兵膜数量加4 但血量只多了100点 士气加5碰撞优化 这两个精英兵也稍微强化了一些 包括这个也是 巴托尼亚圣杯一孩 结成典范 他是命中从0加到了5点 然后士气增益从12砍到了8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骑枪阵型 巴托尼亚好像骑兵增强了一些 对不对 那么相对应的骑枪阵型 就要给你砍一砍 质量增益下降了20% 冲锋增益下降了10% 加速能力也下降了10% 同样喜气加强的还有黑暗精灵 这个黑暗精灵主要是 把这个奴隶机制给更新了 没错 也是脱了混矮的福 他现在也可以消耗奴隶 来加速建筑的建造了 并且高厂功力还可以降低 奴隶损耗 就是混矮那一套 没什么好说的 然后是绿皮 这边也是很多跟质量相关 然后这个泵车 被稍微砍了一些冲锋加成 领主旗双足飞龙 从1600拉到了2300的质量 然后这个泵车们 冲锋降了5点 15点 5点 5点 眼神上的飞龙 也是加了那么 气败点的质量 然后是高等精灵 除了受益于 狮旧 狮子 马匹 一系列的质量变化之外 所有的高等精灵骑兵的速度 现在为84 比帝国骑兵更快 这有望在一定程度上 改成他们的对战情况 他们的马 当然是世界上最好的 皇家爱里昂 旧舍地标 从5级降到3级 并且成本 直接砍一半 部队平行系方面 几乎没有调整 这个加速 减速 兵魔质量相关 没有一点点的什么 命中闪避 武器威力的变化 然后是孔虐 钢牛的质量降低 然后呢 人物提升了一些质量 从1500拉到了1800 然后钢牛呢 砍的不多 只砍了50 基斯里夫 P仔哥萨 自家了10个兵魔 提升其扛线能力 巨战部队 对步兵的加成也提升了 并且这些马匹 也变得更重了 之前的FLC 尤里卡 是稍微削弱了一些 弹药减了10点 然后呢 抗性减10% 10% 起码之后 弹药直接砍了一半 然后是这个P仔哥萨 冰魔加了10点 然后血量呢 相应的提升了 大概900点吧 重型武器呢 也是一样的 然后 沙皇金为重型武器 多了4点的反部 蜘蛟人 红罐灵溪和这个特恩霍音 获得了免疫接触效果 人物的冷戏作技 和冷戏骑兵的质量 有所提升 诺斯卡 冰战狼俯首多了一些 这个动画 并且呢 把双持武器的 早期要15点反大 给改回了15点反部 双持嘛 肯定是反部的 石人魔王国 这边是图灭者 斯卡拉格 多了免疫接触 图护 还有这个 特大师 也同样是没接触 那奥巴拉补首 这个东西居然多了 5点的反部加成 帝国之力呢 也是大量的 兵魔质量提升 你像死亡爪 直接是2500 普通的帝国使用的是 2300 这个迅银是1300 据电是 我们的帝国之花 喜提加强 加了一点的技术杀伤 两点的破坏杀伤 还多了4点的反部 哇塞 大加强啊 虽然感觉还是有点弱 但是加强总是好事嘛 然后是古墓王 不能通过招募以康复的领主 是军队上线 古巨人也是喜提加强 精度呢提升了不少 先骑这里的话 也没什么改变啊 主要就是兵魔质量 血液跟海岸这里的 也大部分都是兵魔质量 下一期是这个呢 是因为巴涂尼亚本家 加了视觉号战啊 所以他这个受诅咒的 也同样的视觉号战了 吸血鬼魔爵惨遭削弱 亡灵再次复苏的功能啊 已被调整 导致复国的部队数量 大概少了三分之一 所有部队基础概率啊 从20%进到10% 所有与招募成本成比例的部队 概率减半 领主英雄额外概率呢 降低 本来呢 你把一支亡灵军队打完啊 彻底打死 他可能战后呢 还会存留不少部队啊 而现在的话呢 会稍微少一些 混沌勇士呢 也是一样啊 质量的改变 这个歇尾师 剑射啊 降低了 戈尔兽战车 多了碰撞打击兵魔道三 剑射的话降低到四 木精灵呢 是对战务者和剑影者 多了一些这个舞蹈 战务者多了这个弥漫博物 然后这个长毛 多了剑刃狂澜 剑影者是多了纷乱之影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 不知道你们对3.1版本 有什么想法呢 可以在弹幕区 或者评论区留言